这里是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那么本届博览会作为时隔四年闪亮回归的精彩盛会 据了解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 那么航空工业集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也将携新装备重装亮相 为大家介绍第六届天津直播会的 本届直播会是由天津市人民政府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共同主办 与往届直播会不同的是 本届天津直播会展览形式更加多样化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人机交互等科技元素大量融合 将进一步提升天津直播会的专业性 前沿性 观赏性和参与性 天津直播会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直升机专业展会 已成功举办五届 是全球第二大直升机专业展览会 也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飞行表演的直升机 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 本届天津直播会陆军将派出14型79架套装备参展 其中宽体运输直升机和缠达一体无人机将首次参展 通过空中与地面相结合 有人与无人相结合 运力与火力相结合的形式 重点突出先进性 体系性和实战能力 展示陆军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 转型建设成效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 请问本届直升机博览会陆军飞行表演的安排和内容是什么 谢谢 本届直播会陆军共安排 7架直视武装直升机 6架直视级武装直升机 和2架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 继续由风雷表演队承担本次的表演任务 计划安排6个场次 14号 15号各一场 16号 17号各两场 单场的表演时间是30分钟 区分机群表演和单机表演 两种方式 每场共安排8个飞行表演科目 具体的科目内容还是敬请各位朋友到现场去观赏